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26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 有实作分享与答疑 然后老师继续讲总论二 那我们今天的实作分享与答疑 我们有剑动人的追踪 还有乳癌末期的分享 还有一位北京乳癌患者的分享 那现在我们先放一下剑动人这个影片 一般剑动人大家都知道 西医是没有药的 也就是不管你给他什么药 那个剑动就是慢慢僵硬 这个是不可逆的 在西医的看法 所以一般得到剑动人之后 患者心情都是沮丧绝望 那他要改善 在原始点理论很明确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虽然都知道因就是这样 但热能不足要改善 很不容易 那要不只家属的配合 还要志工很有耐心的帮他涂姜粉泥 按推 所有种种的配合 也就是这样两方面完全配合 因缘俱足了 这样的症状才可以改善 单方面都不行的 也就是如果家属也不关心 那你看他一个礼拜才来两次 那两次回家跟家人的时间那么长 他如果不温敷 然后饮食也照旧 这是不可能改善的 就会如同西医讲的 他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志工是起了很重要的一个改善 然后也示范给他们看 也让他们学到怎么来照顾一个重病患者 那家属也愿意全力来照顾他们的亲人 那这样整个家 其实那个患者得到家人的支持 他更有耐心 更觉得他是有希望 何况从这个影片也看得出来 从三四页那个视频中 他慢慢恢复的样子 这给患者应该是很大的信心 所以见动人 在我看法 如果应用得到 是可逆 绝对不是像西医讲的这样 那全球我相信还有很多类似的患者 如果他们也能够这样来应用原始点 我相信都可以改善 这个影片看了会让人家非常感动 我就把我的一些感想 这样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Luna 哇 你猜猜在哪里 我们大家给他鼓掌拍一下 抱一下 两只手 你是说他两只手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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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来 对啦 哇 另外一个脚 另外一个脚 对 哦呦 哇 这是 手就不用脚了 一大步 可以打拳啊 有没有信心啊 讲大声点 有啊 抱,再抬拳 再抬,再抬 再抬 再抬 抬好高喔 再抬 再抬 好 这边弯 弯 弯 再抬 推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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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弯 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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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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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一点 三 四 五 六 再高一点 哇 好厉害 六 十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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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说一声 哈哈哈哈 老师 这个是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拍的这个见动人的患者 他真的是进步很多 他那个抬臀 那个整个腰跟屁股都有力抬上来了 真的是进步了很多 他的家人 我们志工都蛮兴奋的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段 分享给大家 请老师讲评一下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我记得当时候他来的时候 是游人抬进来的 完全不大人动 那到慢慢的手脚都开始动 然后最近进一步的 连腰部也慢慢有力了 整个躺的时候 臀部可以抬起来 这每一个动作都代表 一些讲的不可逆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只要大家够努力 这些病是可以恢复的 所以虽然恢复的比较慢 但是每一个动作 都代表着医学的一大进步 而且都是突破医学 所谓的已经绝望了 劲动人就是只会越来越坏的迷思 这个对我们医学很大的歧视 所以这些动作看似一般人能做的 对劲动人来讲确实是一大挑战 但这样的挑战非常有意义 他会带给以后更多的 探讨 好 我就评译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放 乳癌末期的一个分享 我是个乳癌末期患者 从2008年发现的小肿块到现在已经15年的时间了 记得2017年的时候 我因为伤口突然大出血 然后到医院想止血 医生看我的伤口已经爆开很大 说我这种情况已经不能做手术了 只能直接做放疗化疗 或许伤口会变小 如果不这样治疗的话 伤口会不断爆开流血致死 因为当时我知道了一点原始点 所以我没有接受住院治疗 医生连止血的纱布都不愿意卖给我 让我到外面的药店去买 我回来后 问到一位做原始点的朋友 教我用了姜粉止血 后来因为我自己处理不当 爆开的伤口常常大量出血 抽痛到不能躺下睡觉 为了在痛到喊救命的时候 偶尔有人能帮忙按推节症一下 我开始走上了做原始点 志工和学习原始点的生涯 但平时伤口自己处理不到位 随着时间的退移 情绪的影响 伤口也越来越恶化 长大 中间经历过好几回 走到了鬼门馆 自己在清洗伤口的时候 不小心弄到伤口破皮 大量出血 无法止住 恐惧到晕倒在血泊之中 最后还是自己爬起来 靠及时的补充外内热源 而缓过来的 这些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加上没有陪同人 病情得不到正常持续的调理治疗 只能一直按照自己学到的 一些原始点的方法 自救维持着 但我接触认识的相同病患 看起来都没有我的症状严重 他们却都因为观念不清 没有足够的信心 前期用原始点调理的时候都挺好 疫情后 都因为不能坚持用原始点的方法 而又走了中西医的道路 光2020年就有十多位 在医院里结束了生命 实在是令人惋惜和痛心 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 医生就说我丈夫的心脏 随时都有暴毙的可能 我学了原始点后便开始常常帮她 按队上背部 2020年7月和8月的时候 我丈夫两次突发中风 我及时用原始点的方法 一个多小时帮她处理好了 但是她好了伤疤忘了疼 一样不相信原始点 一样不愿意改变错误的生活习惯 9月份的时候 她因为腿肿不能走路和排尿困难 她不愿意配合用原始点的方法处理 自己硬是去医院治疗 医生就怀疑她是心脏堵住的原因 造成腿肿 然后首先给她做心脏手术 就是从手掌开始插管子 到心脏里检查是否堵住 结果是畅通的 并不是心脏的原因 我心里明白 这个应该归功于这些年 经常用原始点的方法 帮她按推上背部的功劳 其实我的家人和身边的亲人朋友们 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也都用原始点的方法 帮她们处理好了 可悲哀的是 这么多年来 我却影响不到一个身边的人 来认可学习原始点 甚至一个陪同人都感召不到 她们都在等着 看我自己把伤口弄好了 才能相信原始点 没办法 2021年年底的时候 为了得到好的治疗 我自己一个人冒险飘原过海 一国他乡的跑 只为寻找那一双能够帮我按推节症的手 于是我去到了中国的广州 珠海 珠海 阳江 吉林 海南 都跑了一遍 工艺点明码标价的按摩店都走过 工艺点要陪同人 我条件不够 不能长久收留我 按摩店的手法不到位 不能解症 也不敢收我这样的重病患者 最后我干脆自己开始在家里做工艺 帮人按推调理 因为我没有受过手术的伤害 也没有吃过中西医的任何药物 只是保持着原始点的生活习惯 我的伤口虽然很大 现在已经是25公分 但是体力一直保持正常 一天也能够给5位到6位 这样的轻重症 一条龙的按推服务 也都能给他们解症 他们也挺乐意接受我这样免费的服务 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学习 最后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亲戚 总算能够勉强下手相互按推一下 也不太解症 但总比没有好 可是好景不长 很快疫情开放 人们都养了以后 就不再有人能来往按推了 在这种无法得到外界帮助的情况下 我只好继续学着自救 每天除了没有按推 每天除了没有按推 其他方面 内外热源 运动等各方面都照样保持着 在2022年12月28日的时候 我80岁的老妈养了 我用眼试点的方法 很快帮她处理好了 2023年1月2日 我自己养了 只能继续自救 只是大量补充内外热源 四天也全好了 甚至没有什么人知道我养过 那些养了没有用原始点的方法 而是靠打针吃药的人 症症都比较严重 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都没有完全恢复 最让我惊喜的是 就在我养的那几天时间里 伤口突然自己修复的 让我都不敢相信 整片大硬块都变软了 有一些变频塌陷了 好像是自然收缩 被身体消化掉了 原来新长出来的 五六粒小硬块 全部都软化消失了 一直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也没有得到任何按推 但伤口也没有再抽通过 晚上也都能躺下 好好睡觉了 这个应该是得益 以平时的原始点 生活保健打下的基础 这些年来 也验证了张医师所讲的 癌症并不可怕 生死与癌细胞的有无无关 与癌肿瘤的有无无关 与癌肿瘤的大小无关 与癌肿瘤的多寡无关 与出血量多少无关 而是跟体伤和热能有关 没有体伤热能足够 身体是有治愈能力的 病痛不是靠药物 而是靠身体自己修复好的 今天我简单分享自己的这些经历 希望能够给到那些相同病患一些启发和信心 癌症真的不可怕 原始点就是一门能够治救的自然医学 医疗与保健病重 保命和康复二者兼得 像我这么严重的中病患者 在最危急的时候 都还能够这么轻松淡定地帮助 自己死里逃生 转危为安 创造奇迹 也能够帮助到身边有需要的人 就是因为平时自己愿意用心学习原始点理论 观念还比较清晰 牢牢抓住原始点这根救命稻草 不轻易被身边的环境影响 被遗弃检查出来的那些说法 吓到把生命完全交给医生处理 所以才能够这么长时间的正常活着 因为我一直都能够生活治理 大事小事都尽量不麻烦人 都自己解决 甚至还要照顾家人 所以我的家人也从来都没有把我当病人看待过 现在我身边认识我的人和医生都不敢相信 我是癌症患者 都认为我是被误诊了 我自己感到很庆幸 能医上原始点 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么好的运气 这样的病情还能够活这么多年 我已经自足了 非常感恩张医师把原始点研发出来 又无私地奉献给人类 照顾人类 以上是我的分享 下面我还有一些疑问 想请张医师帮我解答一下 问题就是 我的伤口长的样子和修复的表现 跟线上直播的案例都不一样 我的伤口不是一个 而是一整片的 它们的修复现象都是往外排 我的修复现象是往身体里收缩 为什么伤口 会在那几天我痒了重病 没有体力的状态下 反而修复的速度非常快又很好 扬看后 随着体力的恢复 硬快又慢慢反弹回来了 像这种没有做任何按推处理的情况下 却突然自我修复的现象 也会常有 就是这一次最明显 我当时太惊喜了 以为按这样 的速度修复的话 春节前就能全部修复好了 到时我就能有一个完整的案例 分享给大家了 当时自己高兴过度 也没有想到要拍照 很可惜 我印象中还有一次 比较明显的修复 是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 也是在我重病没有体力的时候 伤口也是突然修复的很好 当时是有照片的 我也可以提供一些照片 给大家参考 谢谢 这是我的分享 提问 第一章是2020年1月修复之前 然后他在重病没有体力的状态下 第二章是他修复的一个情况 整个都变平了 而且缩小 然后最后这个是2023年 应该是2月 写成3月 就是这一章 好 老师 那这一章 请老师给他答疑 跟讲评 谢谢 我们从患者的分享 还有现在的影片来看 他确实蛮严重的 这个乳癌爆开的范围很大 很大片 那这个处理上 如果以原始点现有的技术 周围一定要按推 因为在周围一定有压痛点 那压痛点按了 他会促进这个爆掉的部分 这些循环都会变得更好 然后来促进他自己体伤的修复 那这时候如果在局部的加强 内热源跟外热源 内热源是改善体质的 外热源就是眼红外线 类似这样灯灶 这些都可以帮助患者的修复 那患者当然靠自己 没有人按推 这样的要修复 就要纯粹靠热能 还有运动 运动如果要加强的话 就是要靠 比如说腹卧撑 也就是腹力挺身 这个可以动到胸部的运动 对乳癌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运动够了 他可以加强局部的循环变好 那这时候内热源 他喝进去也可以充分吸收 那热能够他会帮助体伤修复 因为他可以推动组织气光维持正常运作 来达到修复体伤的目的 不过这样的时间需要比较久 那他就在这样的理论上一直坚守着 自己能够这样落实 那到了阳的时候 照理应该这时候热能是绝对的不足 因为痒了之后他会有一些症状 那有症状的时候身体也会修复体伤 就会动用到很多热能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加强 内外热源的补充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应该是在加强 那加强这个过程中 身体也会修复 那看起来确实 那时候羊过了之后 伤口也变小了 那伤口好像都有愈合 如果以局部来看 这个应该是症状的改善 但是他接着提问的就是一个问题 到二月的时候 等羊过了之后 伤口又好像恢复到以前 不过从伤口来看 他第三个影片跟第一个影片 看起来还是有改善 还是比较 那局部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靠他自己热能的修复 那这种症状的变化 对于爆调来讲 原始点 他是以保命为主 其次才是解症 那如果来看 如果他体力维持 就是跟之前一样 那就只有光看 看体力的话 那这个目前来讲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那症状呢 因为他是局部的 要靠全身热能 体质改善到修复 时间会比较长 一般如果没有配合按推 他修复 有时候也会反复 那至于这个症状的反复 我们也只能说 这个还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正还是在影响着 但症状这样局部的一些变化 对于第一个生命也没有危险 然后患者的伤口 也能够保持这样子 在我看法 应该已经算是病情稳定 那至于好转与恶化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如果病情稳定了 生命也保持得住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 就不用太去在乎他 那这样的变化 有时候 就是从好到坏 又从好 好像又有一点爆开 但是看起来还好 也比较干燥 所以我的看法 从症状来看虽然有变化 但还是也有反复的情况 但整体来看 表示他热能还有体伤 还是在维持正常的运作 然后自己有时候也可以自我修复 至于他问为什么会有时候好又有时候坏 哎呀 其实这个很难讲 就好像有些人有时候好 有时候体伤一来 因为他从来没有被按推过 应该一定有体伤 只要稍微劳累或是怎么样 原来的体伤 他就会 在消耗热能的时候 他就会加重 那加重在局部上 他就会有症状产生 所以从这个来看 第一个 他的自救 他能达到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体伤的部分 如果能够再加强运动的话 那这样的修复会更快一点 我是这样建议 那 这一个患者 我们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个乳癌像爆掉这么大 然后时间那么长 一般在西医 应该已经 他们也说 顶多就是能放疗跟化疗 但他 还是用自己的方法 能保持到这样 生命一直维持着 时间也很漫长 可见 最后证实的 癌肿瘤真的不会死人 真正会死人的 就是热人耗尽 所以当 现在在 遇到乳癌 这种爆开的患者 我第一个会建议 就是 他 一定要先建立正确的观念 就像 这位 学员分享的 很多人 学了原始点 但 一遇到症状的 这些变化 他常常信心就动摇 那动摇了 去 不是不能去医院 问题是医院能提供的 全部是含量 对于乳癌方面 这些修复 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不但说没有帮助 甚至还会 反方向的 进一步伤害 体伤跟热人不足 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遇到之后 观念是最重要 那有了观念之后 我觉得 再来就是用重病处理 现在重病处理写得很清楚 但我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 有些像有伤口的 有些都会想去清洗 表皮 那些伤口里面的 可能一些组织液 或是好像感觉 白白的组织液 会黏在上面 会想去清 而我的建议是 伤口内 最好不要去清洗 不宜过度清洗 为什么 因为你过度清洗 它会破坏组织的修复 这也就是西医 常常他们清创的修复 清创的蛮彻底 但对患者而言 反而加重了 这也是我长期观察下来 不宜这样做 那原始点 我也是建议 不宜过度清洗 也不要浸泡 不要想说去浸泡汤 用姜汤浸泡 其实你要热源的话 这个时候伤口里面 应该是要用干的 比如灯灶啊 远逢外线这一类 而不是用姜汤去浸泡它 湿的对它帮助不到 而且我们伤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保持干爽透气 所以表面 这个 像第一章这样 绝对不要去清洗 那有些人 甚至把周围像黑黑 已经结痂的 他有时候又会把它搬开 好像要把结痂清除掉 这个也是错误 一搬开又流血了 它本来就是一个修复 所以窗口内 我还是建议 不宜过度清洗 那洗澡怎么办 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那冲洗完一定要赶快用电热吹风机 把它吹干 就是让它保持干爽透气 那平常 眼红外线这些来照射 它绝对不要浸泡 至于伤口周围 它就可以 如果有组织液流出来 就可以用姜汤清洗 所以姜汤清洗 不是在清洗窗口内 而是窗口周围以外 怕组织液流出来之后 沾在皮肤上 会让我们引起体伤 而骚痒懒懒 甚至起疹子 所以这个可以用姜汤 在窗口周围 把组织液清洗干净 这个是特别提醒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人按推 起码这些基本原则 绝对不要犯错 那再来 如果自己能够在 既然也没有人帮忙按推 也有人鼓励 那大量的喝姜粉泥 来补充乐运 那你喝大量的姜粉泥 你如果没有配合运动 你是喝不进去的 所以这时候 都要各方面的配合 这样才能够达到自救 那这位患者能够活了那么久 而且伤口我看就在这里 原来的伤口这样变化 其实在我看法已经算是维持得不错 而且整体来看还算病情稳定 他还可以帮人按推 一天还有五六个 这样的体力已经算维持得相当好 那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 就是乳癌患者真的不要怕 第一个先建立正确关联 第二个进一步再去看 我们新版在重病处理 尤其我最近又有做部分的修改 以后会在我们的网站公告 这些方法大家都看几遍 应该对自救也好或帮助人 都会有帮助的 好 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是一个 北京乳癌患者的分享 那我们麻烦莉莉帮我们念一下 谢谢 北京乳癌患者分享 我是一名乳癌患者 52岁 2019年8月确诊 当时肿瘤约5公分 自确诊后一直用原始点调理 两年多了 是自己在家里做 老公帮助按推 这是开始时的5公分 2019年和2020年12月 于冬季寒冷 没有补充好热源 当时肿瘤长大了 到2021年3月 经志工的指导 终于开始见效 肿瘤从中间开始消减 形成了一个大坑 四个月 四个月消减了三成 我认为速得很快 但之后 因为做了一个拔牙手术 用了消炎药 导致反复 经过努力后 又开始消减 到2020年春节 我感到晚上睡觉时 脚躁热 所以就伸到被子外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月 三月份开始 肿瘤长大约9公分 肿瘤表面出现了很多的疙瘩 而且这个疙瘩很难消下去 但是中间的这个坑 还在消减 可肿瘤表面没有变化 与原始点之工沟通后 开始用姜粉泥按推 同时烤灯照射 这样处理三天后 发现肿瘤表面的部分疙瘩 有所变化 并且出现腐肉和白色的腐皮 都可以用手清理下来 而且在肿瘤的边缘 有一个裂口 好几个月都不愈合 一旦上帝就会拽得很痛 经过三天这样的处理 居然愈合了 之前一直不敢持续地用姜粉泥 是因为涂上之后 皮肤感觉很难受 而且涂完烤电半小时后 会有五六个小时的痛感 后来坚持涂上后 在开始的头两天 周围皮肤感觉痛 痒 这样 人过两天之后就好了 之前还没有恰恰热源时的 日常处理如下 一 体力好 每天走路爬楼 一小时 胸部运动 一小时 扩胸 上举 侧举 二 用50克壁卤干酱片 熬煮 四小时 一小碗 作为清洗用 剩下的用日常饮用 三 每天早晨 六点起床清理伤口 用浓姜汤清洗 按推 烤电30分钟 下午4点 再做一次 最近几天 在职工的指导下 改用姜粉泥按推 另上午11点 和晚间 用淡姜汤清理一下 周围皮肤 四 晚上睡电热毯 白天背部 天暖贴 五 炒菜 加辣椒 等热性调料 六 家人吃水果的时候 有时忍不住咬一口 然后 就赶快 喝一大口姜汤 今天 要和大家分享 我现在的状态可好了 感谢志工耐心的指点 我热源的重要性 要我吃姜粉泥 并加强运动 尤其是内热源 必须要大量吃姜粉泥 气瘦快 热能足 但一定要用季节会的 碧炉有机姜粉 效果不一样 吃姜粉泥 要吃到习惯 习惯了 身体自然可以全部接受了 内热源的补充 内热源的加强 我除了75克 干姜片 加一根红参熬煮的 浓 姜参汤之外 增加吞服 15克的姜粉泥 外热源方面 除了暖贴 电热毯 红豆袋之外 坚持涂 姜粉泥 使用远红外线烤灯 克服 痒 胀 痛的感受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增加了运动量 由慢 走到快走 5公里户外 最终 3.5公里是快走 早上 做一个20分钟的经络操 下午 又做 伸展 扩胸运动 20分钟 随着热能的补充 体力的聪颖 恢复速度快 这是去年年底的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始点 反反复复 既有 消减时的欣喜 又有 肿瘤长大之后的 腿上 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内热源 和运动 非常非常重要 二者 缺一不可 坚持 坚持 很重要 我挺佩服我自己的 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我完美地保存了自己的体力 提高了抵抗力 谢谢志工 耐心地给予指导 谢谢原始点 谢谢张医师 2022年6月 肿瘤 12乘13 2022年11月 肿瘤 缩小到 1.4乘0.5 请老师 补充说明 这个真的非常精彩 他已经爆开 而且面积还蛮大的 最后也是自救 看起来 也不是请别人来帮他按大开关 还有周围的小开关 而是自己靠运动 尤其以内热源 大量吞浮江本里 江本里其实真的很容易吸收 但一般 你刚开始要吃的时候 很浓很辣 有些人刚开始会受不了 但是慢慢如果你愿意去尝试 其实人是很容易习惯 就可以大量吸收 尤其像爆开 一般像这种 我都第一个会把它列为重病 那重病的处理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以外内热源为主 那内热源他大量的补充 江本灵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再来他外热源 他克服了这些灯灶 刚开始灯灶会有痒 脏痛这些 那他还是认为对的就坚持 最后也证实 坚持之后 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而这些痛胀痒慢慢就消失了 这个让我想到 刚刚我们在提醒的 伤口我认为不宜过度清洗 就是怕它修复的时候 你有些人用棉花棒 然后去抠它周围的白色的 想把它 像这种组织液已经干掉了 还想把它抠下来 这个是不必要 除非 这个组织液已经 好像形成很多块状 然后可以弄一下就掉下来 这个稍微清洗一下是可以 刚开始 之后一般是不需要特别照顾去清洗的 那他说的 这些仰脏痛在照的时候会出现 其实在按推也会出现 尤其患者在伤口周围 去找痛点按推 推完的时候 如果你用力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红肿 甚至脏 那痛也都会 那一般患者有时候对原始点的理论不熟 遇到推完之后 也许他没有伤口光一个硬患 推完也会有 红肿 红肿脏痛的感觉 很多人以为这是恶化 其实这个是体伤修复过程中 的一个正常现象 包括 你按推完的时候有时候出血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 补充外内热源 然后把体力锻炼好 我们说治病最重要是保命 那你命先保住了 然后热能又够 然后运动也够 再进一步加强 局部的运动 那来修复体伤 所以他这样的好 我认为 这个是 着重在运动 还有 内热源的补充 大量的补充 还有配合外热源的 这些 来照 这些都对他起了 非常大的作用 那以爆开 在没有 志工帮他周围按推 或大开关的情况下 最后他还是跟第一位一样 选择了 靠自己 运动 还有自己内热源的补充 那就如同他说的 他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也会反反复复 就像第一位一样 但你只要方向对 这些都不用太在意 到最后 真的体力断令够了 他体伤自然而然 就会自我修复 所以这一个患者 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 另外一个思考 很多人都认为 没有人按推 那我自己一个人 怎么自救 现在看这两位 在没有志工的情况下 只是听志工的指导 然后知道运动的重要 还有内热源必须要大量吃浆本乳 然后再配合外乐 光这几个 这样的方向 他能够做到位 竟然也可以好到这么好 所以我还是觉得 乳癌患者 心态 观念 这些都很重要 但还是提醒一下 那个周围 如果自己能够按推 也可以按推 像基金会 之前也有放一个乳癌患者 他也是爆掉之后 然后慢慢很多罪 里面的罪漏啊 跑出来 然后慢慢他用电热吹风机 把它吹到都干掉 然后那个影片我还帮他剪掉 然后后来又因为 他要申请保险 还是要给西医检查 又去穿刺 穿刺又开始 伤口又变大 伤口变大 他靠自己按推 还有灯罩 这样 最近伤口又修复 所以 如果能配合自己按推 效果更好 让局部循环会变好 那如果按推不够 没关系再配合运动 那局部的循环加强之后 然后加上内热源 也能够补充到位 外热源也能够随时照 这些到了这么严重的 乳癌爆开的患者 以现有一些来看 都已经很难去处理 那患者还能够因为自己的坚持 这样把这个伤口竟然能够 油荡然后慢慢缩小成这样 这个是一个让人家很振奋的一个案例 太不容易了 我也看过很多乳癌患者 能够靠自己这样意志力 就像他自己讲的 他都做到很佩服自己啊 很少人能够这样坚持下来的 好那我就 看了这两位乳癌患者 我相信能够带给同样这些 爆开的患者带来希望 那这些爆开的都能好到这样 那我相信有一些刚开始发现 有一些硬结转换 那就更容易处理了 好我乳癌患者这一方面 我就讲到这里 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乳癌患者 如果以原始点来看 能够做到这样 确实真的很不容易 我也只能说 原始点发展到这样 都是靠很多患者 他们用亲身的案例 来让我看到 让我一直不断去做归零 所以我也蛮感恩的 这个乳癌患者这么多 如果大家能够用对的方法 我相信可以少走很多烟网物 而又能够把自己的命保下来 这个太重要了 好我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老师的补充 好那老师我们今天的 十座 分享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 总论二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讲 最能代表古典中医智慧的 是两千多年前 皇帝内经中的十六个字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热能充足 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而无体伤 即是正气存内 身体无致病之因 此时虽有病邪之缘 此因比缘 不能和合 故邪不可干 反之 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而致病 必是热能不足 且有体伤之故 在诊疗上 中医所强调的是 辩证论治 故本培缘 即是通过辩体制 及药性 以采取恰当方法改善体制 辅助人体正气 使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 身体才能免于疾病的危险 从而达到自我疗愈的目的 代表古典西医的是 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的医生 西波克拉底 Pocrates 约公元前460 至前370年 他有几句经典名言 一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 是真正的治疗者 2. 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力 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 3.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更为重要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what sort of person has a disease than to know what sort of disease a person has 因此 它的医学思想核心 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力 强调采取有助于人体自然预付的措施 是治人重于治病 与以人为本 辩证论治的思想 是相通的 所以 从思想根源上说 古典中医 心医 都是内求的 以身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为中心的医学 这一段 特别把中医跟西医 他们一开始 强调体质的重要性 这里是引用皇帝内经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咒 其气必须 你体质好 根本不会得病 如果你会得病 你的体质一定有问题 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 跟原始点强调 怎么来改善我们的音 调音 你体伤及热能不足改善 既然没有体伤与热能不足 即便有病毒 像这种传染 你也不会有症状 如果你会有症状 你避难 本身就有体伤才会 西医也是强调 体质的重要性 这一部分 之前我也都有说了 就不再多说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原始点医学 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切入 通过实证 发现没有异法 也没有医药 可以单独治病 所有的手段 只是一种原 终需内球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原必须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防治疾病 促进健康的目的 这个独特发现 正与古典中医 新医的智慧 不谋而合 尤为可贵之处 有二 一是通过一条脊椎 与七处 找出压痛点按推 不仅可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 或无形 还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已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使诊疗得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二是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 只有无 就可分辨疾病之轻重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此即轻重症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服 重病 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 及其他保健方法为服 如此才能针对病情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有病可速遇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亦可强身增寿预防疾病 使中医 雇本培缘 即上工致胃病的保健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由于原始点医学 在按推与热源应用上的突破与创新 因此 才能波云渐日 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并从生活中 以医疗保健支援 所做出来的众多案例 进一步证实了热相症状 并不表示热性体质 因而能够将中医经络理论 四诊心法 及一针二九三用药 进行全面的简化与改良 使其脱胎换骨 形成了诊疗合一 以及更易普及的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保健医疗方法 好 继上一段 再来谈原始点 它的一些基本理论 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不是一开始就有理论 它是通过按推与热源的施证 发现没有一个方法 或一个药可以单独治病 它一定是要你体伤改善 或热能不足改善 身体自然就可以达到 自我修复的能力 真正的好 是身体自我修复 身体本来就有自意力 修复力 我们用各种方法 只是把这种自意力 修复力提升上来 甚至免疫力也可以这样做 提升上来 它就可以达到 自我疗医的目的 从原始点来谈 原始点在诊疗方面 有两个最为可归之处 一个当然是按推 按推一条脊椎脊七处 它不仅可以快速解副他数 体伤能够使疾病 如果有病可以使疾病立刻消失 如果无病 亦可以在按推的过程中 让疾病消灭于无形 在按推的过程中 有效无效 就可以变出他的体伤位置 同样你没有病 你也可以在一条脊椎脊七处 按推找出压痛点 找出来的压痛点 就代表体伤位置所在 没有病也可以达到 按推就可以诊断 以治疗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这是之前我们谈过的 是所有不管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所未曾出现过的 按推这个动作 就可以达到治疗跟诊断 一步到位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只能说真的 前五古人 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法 才会有我说的很可贵 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 这种按推能够诊疗合一 古代是既不成文也不成见 把我们的医学能够融合在意 以后应该也很难再有这样的医学出现 也把整个医学能够跨了一大步 要不然我们的诊断跟治疗是分开的 西医更不用说 光检查就花了很多天的时间 金钱 治疗又是另外一个方案 中医也是一样 他辨证之后才来论治 我们不是 是私治的过程中 诊断与治疗已经融合 这对中西医都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项可贵之处 通过观察症状 看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如果有这个就是重病 如果没有就是属于轻重症 这里知道疾病的轻重 我们就可以决定治疗的方案出来 比如轻重症应该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辅 重病就应该以热炎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这个很快速 也是把诊疗完全融合为一 观察症状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治疗了 有了这两个诊疗融合为一 第一个可以变体伤位置 第二个又可以变疾病之轻重 所有疾病在这两方面能够做得到位 几乎治疗跟诊断 已经可以达到完全结合在一起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如此诊疗当然可以达到加速疗医疾病 甚至还可以使重病患者转为为安 如果你没有疾病也可以用这样的诊疗方式 刚刚前面已经讲 按推本身就有诊疗合一 他无病你用的这些观念 也可以达到强生诊寿 预防疾病 有了这样中医就可以更完善 中医之前我们说的 他要提升症气 一定要从护本培研下手 你要达到上工智慧病 如果没有按推诊疗合一 这只会沦为空谈 这对中医要达到养生保健 或是治疑病都有帮助 最重要的原始点他是做出来 是由按推与热炎做出来 包括诊疗体系 还有一些因缘果的理论 都是在此建立起来 他的应用的突破跟创新 我们才能够明了 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如何解决这些呢 都是从生活中就可以做得出来 生病你按推工具就在你身上 你不用特别去找 只要懂得开关在哪里 按一按也可以达到解症 如果患者是热能不足 也可以用一些日常的电热器 红豆袋 软贴之类的 可以来补充他的热源 非常方便 这里特别强调从生活中 这样就可以做出很多案例来 也因为有了这些众多的案例 也可以看清楚 证实一些热向症状 并不代表热性体质 在中医他们会把热向的症状 当作等于体质 症状是属于果 体质是属于因 热向症状的果 变成热性体质的因 这个不合逻辑啊 果不同于因啊 中医在这一部分 他们常常辨证是 通过观察这些热向症状 来认为我们体质真的有热性体质 要开寒凉药 在之前我也有讲解了 在《论热人》这一篇 也有作名 比较可惜啊 我每次看到这一段 就感触薄生了 我本身 早期也行医20年 中医他们的思维 我都很清楚 从原始点的实作上 确实证实了 这些热向症状 他常常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眼干涩或口干涩 眼干涩 这些在中医就是热向症状 问题我们按推完 他开始嘴巴口干舌燥 就开始有分泌口水出来 口干舌燥也可以当下 可以缓解症状 缓解之后 你在温敷热源进去 他就进一步 更能够完全解症 眼睛干涩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就更证实了 手法到位 还有热源到位 这些看出来的 好像热向症状 好像是热性抵制 事实上就不攻自破了 我常常感慨地说 很多中医 目前面临这个问题 还会开出寒凉药来 我想如果有沟通的管道 我很希望中医界 能够把热性体质 这些热向症状 他们认为是热性体质的 找过来嘛 我们原始点可以马上立刻做 来证明 医学是要治病 不是靠理论写得有多美好 不是这样 医学竟然要治病 马上就可以实证了 不用怀疑 到底原始点讲对或讲错 把患者带过来 我们立刻解症了 他一些热向症状 我们如何当下来帮他处理 这样不是大家可以答案就清楚了吗 可惜好像这一个管道 中医只是对原始点的不了解 或许会有一些批判吧 这个是蛮遗憾 如果他们对原始点了解 手法又到位 应该是不治理 也有很多中医师 好像看懂 问题他手法又不行 也没有做到位 这些热向症状 他就一直没办法解疑 那原始点不是可以做得出来 那为什么我按又按不出来 这个我也感觉 这一点确实要 我们做给他们看 今天播了原始点确实重要 我按这些重病 口干舌燥很严重 一直饮不解渴 我上次也讲 几乎前后按了20分钟 15分到20分钟 他口干舌燥才慢慢缓解下来 这个如果以中医 你用什么中药能够缓解 是很难的 这一段每次读到这里 就感慨蛮多了 原始点马上当下 就可以做出来的安逸 中医还在那里 真直不休啊 他们有刚开始我们来看 中医他早期 从皇帝内经就有寒热的辩证 到张仲景 张寒润 也是光太阳病这一篇 不只用温热药 里面也有用寒凉药 像大青龙汤有时候还会加石膏 或是像白虎汤之类也是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 到后来的 人生就更多了 有些像温补学派 也有到明清的时候温病学派 到后来又有一派叫火神派 常常在寒热之间 不断的争论不休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医本身就这样矛盾 原始点有手法 有大开关 可以做到诊疗一提 才可以把历来的这些问题 可以做出来 也能够波音间日 明了这些所有疾病 真的只有热能不足啊 体寒啊 再来就是开关一定要按推啊 这样才能解决疾病 如果中医能够这样 原始点我也是从中医过来 中医跟原始点事实上 是有很多相同的 在一针二胸三用药上 原始点也是啊 它的针就是针灸穴位啊 原始点是按推大开关啊 都是可以解症啊 丘跟药就是外内热源嘛 了解了不就是按推以热源 那这个不是就可以简化了吗 还有诊断与治疗 在外治法中医是用经络理论 在内治法开中药的时候 透过四诊心法 原始点不用啊 原始点它不管内外治法 都可以通过观察症状来变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以决定治疗原则 我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全部都涵盖刮了 我们说进行前面的简化与改良 使中医能够怎么样 脱胎换腹 最后达掉诊疗合一 而且它没有侵入性 而且又非药物 哇这个更容易推广 民众也容易使用 这个才是我认为 把医学生活化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好中医如果能够这样 我相信中医得了原始点这些创新的概念 我相信中医会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段 总之古典中医新医强调的 人体本有的正气或自愈力 如果说过去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 以致逐渐被医学界所淡忘 转而极力外求仪器检查 以及药物功效与手术疗效 随时诊断与治疗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原始点诊疗合一 与保健医疗方法的诞生 中医可为此提供一套 检疫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正气激发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功能 从而达到有病可素育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预防疾病 所以原始点医学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 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 由博反约化繁为简的大胆探索 以促使医学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落实于生活中 好 这一段再继续把中西医的问题 也点出来 这一段比较偏向谈西医 我们来看第一段 前面也谈到中医 西医的部分也因为原始点 有了按推与热源 可以很清楚地看清 看清楚西医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保健一定要用热源 就像中医的灸跟药来改善体质 原始点就是外内热源 西医没有这一套 它只有医疗 不管是用药或是用手术打针 都是医疗而已 没有保健功能 而且西医进一步又把它复杂化 比如它吉利外球仪器的检查 还有手术疗效 强调手术疗效或药物的功效 一直不断去研发 这些都可以看清楚 把我们的诊断跟治疗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本来医学是要化繁为简 让民众能够更容易理解 更容易得到保健养生的概念 甚至有病也懂得方法 我们的医学去走向复杂化 民众再也没有办法 如果照西医 你看仪器又要那么精密 好像只有仪器才能知道我们身体的结果 还要有手术 都不是一般人能做 也就是医学越走越远离人间了 就是这样 还好现在原始点 有一点反谱归真 回归自来 我们来看下一段 原始点有了这样诊疗合一的保健医疗方法 就可以提供一套检疫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我们的证气 激发治疗力 从而达到如果有病能够治疗疾病 无病也可以抗扰征受预防疾病 好我们继续看最后 最后的结论就是原始点医学 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神 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 由博反约化繁为简的大难探索 这也是医学有史以来 越讲越精简 我们医学发展是越来资料越多 能不能要读的书越来越复杂 西医也是这样 中医也是这样 而原始点恰好香港 他把繁复的医学简单化 让民众一听就能听得懂 这样的目的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一句话 希望促使医学 不是只有医院能使用 医学能够落实到民间 促使医学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最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医学就是生活化及医学 这样是没有分的 以后生病了 在日常生活中 我就可以自然解决了 这不是很好吗 好 这一段 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时间也到 我们今天的总论先到此为止 下个礼拜继续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